原来是个贱祸!Emma Atten被外国媒体大踢爆西大真面目!刷大牌是真的,维护女权是假的! 在美女与野兽电影里的Emma Atten,艾玛华森,饰演美丽又纯善良的贝儿,实在是在适合不过了! 艾玛华森多年来形象良好,致力于争取女权,为弱势发生,但没想到,有外媒体爆,艾玛华森的荧幕形象都是假的! 根据艾玛The Richest指出,艾玛华森的真面目分别如下。 1. 对粉丝冷漠,不拍照 艾玛华森曾公开表示,如果有粉丝意图靠他太近,他会很不开心。 并表示,虽然自己身为好莱坞明星,但他也有隐私权,有权利选择是否和粉丝合影。 他曾在采访时表示,如果有人和我拍照并上船,这样我的位置会在两秒内就被锁定,这些都是我的隐私。 2. 拍电影对片商要求多 剧传La La Land的女主角原先不是要找艾玛史东,而是找艾玛华森,但她对片商要求必须配合自己的行程,所有电影片段都要在伦敦排练。 有外媒曾批评艾玛华森,虽然到处演说,发表女权主义,但一切都是假象。 先前,艾玛华森曾批评毕忘丝的MV过于暴露,不符合女权主义,但之后自己也裸上身拍电影,被媒体问到是否双重标准时,艾玛华森却轻描淡写解释,这是平等于解放的象征。 让人觉得她只许周关放火,不许百姓点灯。 4.演技差,作品不多。 写到这,虽然粉果觉得艾玛华森把贝尔以娇演得不错,但外媒,评论家对她的演技始终没有太赏识,认为她演技不进步,诠释不出角色特质。 5.耍大牌 除了Layerland被换脚的传闻,艾玛华森也曾被哈利波特,壁花男孩的工作人员爆料爱耍大牌,龟毛,难搞。 在2017年时,艾玛华森参加L时尚大典,竟迟到90分钟,不和众明星一起走红毯,也被认为是刻意价清高。 6.品味差 爱玛华森 爱玛华森曾被狗仔拍到不少次私下打扮,但都被认为品味太差,穿得像大妈,平时出席时尚场合的服饰都是造型师配好的,她个人毫无时尚理念。 7.好莱坞人员差 爱玛华森在好莱坞似乎人员不佳,据爆料,哈利波特另外两位男演员曾表示,杀亲之后就不曾再和爱玛华森联系。 爱玛华森似乎显少主动和其他明星交朋友,个性冷酷。 以上都是来之外媒的控诉,但是真相拥有只有一个,大家用心去发掘吧。 但是如果是M的铁粉,应该不会提借密吧,毕竟喜欢的是艺术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